长期在睡前玩手机的人会付出什么代价? 医生或会承受五种痛苦 李超,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 每日的生活被学习和娱乐填满 然而,一天晚上 正在玩手机游戏时 他的眼前突然一黑 李超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他开始感到恐慌和无助 他立即预约了眼科医生 一个和蔼可亲的女医生接待了他 经过详细的检查 医生用严肃的语气告诉他 他的视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原因正是因为 他每天睡前玩手机的时间过长 导致眼睛过度疲劳 视力逐渐受损 李超的生活习惯 其实并非个例 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 都深陷手机的魅力中无法自拔 他们用手机玩游戏 刷视频 看小说 以此来打发生活中剩余的时间 然而往往玩着玩住就错过了睡觉时间 熬夜到深夜 然而 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身体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呢 晚上手机放床头 会增加患癌风险 晚上手机放在床头 真的有可能增加患癌风险吗 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首先 我们来看看手机辐射的来源 手机是一种无线电通信设备 它通过电磁波进行通信 这些电磁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辐射 尤其是在信号较弱或没有信号时 手机会增强其发射功率以保持连接 这时候辐射是最强的 那么这种辐射对人体有害吗 事实上 关于手机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尤其是对癌症的影响 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一些研究表明 长时间暴露在电磁辐射下可能会导致细胞受损 进而增加患癌风险 然而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 手机辐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影响 晚上手机放在床头 会增加患癌风险吗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这种情况会直接导致癌症 但是 由于晚上手机离我们更近 长时间暴露在电磁辐射下 可能会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 导致身体疲劳 头痛等不适症状 睡前刷手机8分钟 大脑兴奋一小时 美国一家睡眠评估平台 Sleep Junkie发布的一项 最新睡眠数据调查报告显示 有78%的参与者患有报复性睡眠拖延症 即他们会在睡前用手机玩一段时间后 平均需要一小时才能入睡 医学研究指出 当视网膜的内生感光弑神经细胞 受到蓝光刺激达8分钟时 会导致身体持续兴奋超过一小时 从而破坏生物中的正常节律 这也就是说 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时 其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刺激我们的眼睛 进而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研究还发现 某些APP的使用 是影响睡眠质量的最大因素之一 这些APP会降低快速眼动睡眠 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 用户使用后 平均需要一小时左右才能入睡 那么 为什么人们会明知道 使用手机不利于睡前放松 却仍然选择使用呢 研究发现 睡前使用手机会刺激肾上腺素 和多8按的释放 使人感到愉快 尽管人们明白 这不利于睡前放松 但他们仍然通过使用手机 来拖延入睡时间 褪黑素是一种 由松果体分泌的激素 对调控睡眠周期和生物中 具有重要作用 它在晚上增加 有助于促进入睡 然后在早晨减少 有助于醒来 通常情况下 褪黑激素的水平 会在晚上入睡前的 一到二小时开始升高 达到顶峰的时间 通常在凌晨2点到4点左右 然后逐渐下降 在早晨停止分泌 晚上如果暴露于亮光光照强度 约为60到130勒克斯 或蓝光波长在460到480纳米之间 会显著抑制褪黑激素的释放 这也是晚上使用手机 或其他电子设备后 难以入睡的原因之一 然而过度使用手机 除了对睡眠产生不良影响外 还会对人的身心健康 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 长期在睡前玩手机的人 会付出什么代价 医生或会承受五种痛苦 引起颈椎病 长期在睡前玩手机的人 往往会因为长时间维持 同一姿势而导致颈椎病 在夜晚入睡前 我们常常会坐在一个位置上 专注于手机屏幕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 会使我们的颈椎承受巨大压力 原本颈椎有一个自然的生理性弧度 但长期低头盯着手机 这种生理性弧度 可能会逐渐朝反方向发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脑勺 当颈椎反攻时 许多患者会感到颈部和肩部疼痛 甚至出现头痛和手臂麻木等症状 这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 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 长时间的颈椎问题 还可能导致颈椎键盘突出 只管狭窄等更为严重的疾病 睡眠质量下降 长期在睡前玩手机的人 其睡眠质量会受到显著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习惯可能会导致 一系列健康问题 包括失眠 睡眠不足 白天疲劳等 首先 手机屏幕会发出蓝光 这种光线已被证明 会抑制人体产生退黑素的能力 退黑素是一种调节睡眠周期的激素 它的减少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因此 在睡前玩手机会干扰人体的自然睡眠过程 使人难以入睡 其次 手机屏幕的亮度会刺激眼睛 使大脑保持清醒状态 这种刺激会抑制人体产生困倦激素的能力 从而使人难以入睡 增加患痴呆的可能 长期在睡前玩手机的人 其痴呆风险较一般人显著增加 这是因为手机屏幕的蓝光会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 干扰睡眠质量进而导致记忆力减退 反应迟钝等问题 此外 长期低头看手机还会引起颈椎疾病 影响脑部攻穴 进一步增加患痴呆的风险 为了降低患痴呆的风险 建议大家在睡前避免使用手机 可以选择听轻柔的音乐 阅读书籍 泡一个热水澡等方式来放松身心 帮助入睡 阴气双下巴 玩手机时 大多数人会采取低头的姿势 这样的动作会对脖子施加很大的压力 据研究 颈部在低头时的压力是头部重量的三倍 这种压力不仅会导致颈部肌肉疲劳 而且会加速表皮细胞的老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颈部的皱纹会变得越来越深 让人看起来比十几年龄一老 另外 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还会对脂肪产生牵引作用 这种重力和鞠躬力的作用会使得皮肤变得越来越松弛 最终容易形成双下巴 双下巴不仅仅会让人看起来贤老 而且也会影响人的自信 诱发眼部疾病 长期在睡前玩手机的人会遭受严重的眼部问题 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下盯住手机屏幕 这种行为会严重破坏眼部环境 如果长期保持这种习惯 很容易诱发各种眼部不适症状 例如眼痛 眼睛干涩 事物模糊等 这些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 而且可能会对视力产生不可逆的损害 更严重的是 这种习惯可能会诱发青光炎和白内障等较为严重的眼疾 青光炎是一种致盲性眼病 表现为眼压升高 视神经萎缩和视野趋损等症状 而白内障则是 精状体透明度降低或颜色改变 导致视力下降的疾病 这些眼疾都会对视力造成极大的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失明 手机总是戒不掉 做好这四点尽量减少危害 设定使用限制 设定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限制 使用手机时可以使用应用程序或设置 来提醒自己使用时间的控制 遵循这些限制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管理手机使用时间 创建无手机区域和时间 将一些区域或时间段 设定为无手机区域或无手机时间 例如卧室、餐桌或特定的活动时间 这可以帮助你减少对手机的依赖 并培养更健康的生活习惯 设定优先级和目标 明确你的优先事项和目标 划定出你真正需要用手机的时间和用途 仔细思考并设定合理的使用目标 有助于你更好的控制和管理手机使用 寻找替代活动 寻找其他能够替代手机使用的活动 如阅读书籍、进行户外运动 与家人和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等 发展健康的兴趣和娱乐 可以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并改善生活质量 教你三个诀窍 有效保护眼镜 快告诉家人 视觉休息和眼保健操 每隔一段时间 记得给眼睛休息的时间 每20到30分钟看屏幕或读书 停下来闭上眼睛 让眼睛得到休息 此外 做一些眼保健操 如转动眼珠、眼球运动和热腹等 有助于束缓眼部肌肉和提高眼睛的血液循环 保持适当的用眼距离和姿势 保持适当的用眼距离 即将电子设备和书籍放在里眼睛约40到60厘米的位置 并使视线平行于屏幕或书本 此外 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用眼姿势 避免长时间低头或过度眨眼 调节光线和环境 保持适当的室内光线 避免强烈的光线直射眼睛 可以调整电子设备和屏幕的亮度 并使用护眼功能 如夜间模式或卢光镜 以减少眩光对眼睛的刺激 此外 保持室内空气湿润 避免干燥的环境 以减轻眼睛的疲劳感 四种常见食物 净对眼睛好 胡萝卜 胡萝卜富含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 有助于维持眼睛的健康 改善视力 红胶 红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抗氧化物 有助于保护眼镜免受自由基的伤害 鱼类 鰻鱼 鲑鱼和沙丁鱼等海鱼富含欧米加三脂肪酸 对眼睛的黄斑区域有保护作用 可减少患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风险 蛋黄 蛋黄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它们是眼镜黄斑区域的重要营养素 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免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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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免受损伤